第四,学了多久的中文了? 我学了大概两年了 真实的虚幻的编造的确凿的碰上的 我的嘴都长出了嘴 让我试一下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Aquamandering 和我一起学中文 我是Puna 在本期视频中 我请到了来自英国的中文学习者和爱好者Will 在视频中我给他设置了四道挑战 分别是快问快答 听后重复 网络用语 还有成语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表现究竟如何吧 第一个问题 你的全名叫什么 我的全名是William Hart 第二个问题 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城市 我来自英国 其实我来自哪个城市 我来自一个小镇叫Craylands 就是在英国中东部 目前我在漫长读书 好的 第三个问题 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0岁 第四学了多久的中文了 我学了大概两年了 对 第五 第五中国的现任主席是谁 我不知道怎么发他的名字 我没有学过几生啊 应该是西 是吧 西 隐平 下个问题 德国的首都是哪个城市 我不知道他的中文名 英文你可以说英文 柏林 柏林 我们叫我们翻译 柏林 柏林 对 来 下一个问题 新西兰说的是什么语言 这个国家 英语 据我所知 新西兰就是英联邦国家 对 所以他们应该说的是英语 非常好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俄罗斯 好 很好 最后一个问题 全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国家 是印度吗 好 通过 对 是印度没错 听后重复 就是我们会听段说唱 中文的说唱 听完之后呢 你要重复你听到的句子 好吗 没问题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不值 嗯 书里的心里的梦里的爱里的碰上了我的嘴就变成了灰 啊 听啊 太长了 听到了什么 没有啊 书里的梦里的心里的爱里 碰上了嘴就变成了灰 碰上了什么 碰上了嘴是吧 对对 我的嘴其实 碰上了我的嘴就变成了黑 灰 灰就是灰尘的那个灰 嗯 对对 好 不错 来 就变成了灰 真实的虚幻的编造的确凿的碰上了我的嘴就长出了嘴 哟 哟 也让我睡一下啊 嗯 什么真实的虚幻的确凿的变造的碰上了嘴就变成了腿就长了腿是吧 对 长出了腿长出了腿 对呃真实的虚幻的编造的确凿了 确确凿的碰上了我的 碰上了这腿就长出了 就长出了腿就能跑了 嗯好再来 虽然地上跑的树上长的树里 有的包括你在内通通是我朋友 这里面没有男的词 但是太快了 没有男的词 但是对人说快那个语速稍微快一点 嗯 那就是树上跑 树上的什么地上跑的水里 对有有有 然后呢 什么什么 朋友 好来再来一遍 为了地上跑的树上长的水里有的包困 哎前面那段那段真的真的没听清 就是那树上的水里的 地上跑的 但是前面的部分我没听清 啊 他他说啊 但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树上长的水里有的 水里有的 哦水里有有 哦那我知道了 嗯 地上跑的树上长的水里有的包括你在内通通是我朋友 对吧 包括你在内通通是我朋友 好非常好 接着下一句 既然是朋友的借我你的耳朵捧上了我的嘴 换物 哦 他那个耳朵没有发那么清楚啊 对对的你听到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耳朵 但是他发的是耳朵 好像有点说不通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是他说错了还是 哦 就是 嗯 没有可能他是为了押韵 对哎 我看看这个运哈 哦 我看看 我听听 包括你在内通通是我朋友 既然是朋友的借我你的耳朵捧上了我的嘴 好 既既然是朋友就 对就借由你的 他说耳朵 碰上我的嘴 嗯 那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耳朵才讲得通 对吧 耳朵碰上嘴 就你听我说 对不对 对对对 借由你的耳朵 碰上了嘴 对不可能是 其他的部位吧 对我觉得是 没事回头我找一下那个词 然后再发给你啊 可以可以 好嘞 我们继续 陪我说 把手搭在我肩膀 听你一速中长 这句比较短 是比较慢 对对 比较清楚 所以把手搭在肩上 哦 肩膀上 对吧 嗯 好 好像后面还有一句啊 嗯 好 听你一速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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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痛苦不需要包装 我心脏是你信箱 在点燃 听到了什么 痛苦不需要包装 很好 对对对 整句话是痛苦不需要包装 然后呢 在点燃它的每个角落 你听我唱一首歌 这感觉还不错 嗯 你听我唱一首歌 嗯 然后感觉 嗯 嗯 对 就再点燃它的每个角落 听我唱一首歌 这感觉还不错 就像一条鲸鱼刚经过 好 可以 这时事有点快 第一个词描述的是 现在中国的整个大环境 就是指的是一些领域里面 发生了过度的竞争 导致人们就是高度的竞争 然后高度的内耗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内卷 大家都要加班 对 现在每行每业都在卷 对吧 没错 而且我们也会直接用卷这个词 太卷了 被卷到了 好 那下一个词跟内卷有点关系 正因为整个大环境非常的卷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 放弃努力 就不不再像上一代那么努力的奋斗 买房买车给孩子非常好的学校 那他们选择的什么呢 不奋斗 他们选择的什么 他们选择躺平 对 躺平 好的 非常好 好 下一个词 跟网 当然跟网络有关系 指的是 有一部分人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是比较胆小 比较内向的人 但是在网上呢 然后网络上这些人就是天天在骂别人 尤其是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更高 所以他们叫键盘侠 对 他们是乱网爆别人 对 网爆 网爆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词 对 嗯 下一个让我想一下 好吧 下一个是关于你们男性的 现在网络上呢 有一个词描述的是那些 比如像 大男人主义 或者不懂得女性的心思 或者是心思不够细腻 这样的男人 有一个词来形容它 是什么样的 直男 直男 对 你觉得自己算不算 我不知道 我希望我们不算 下一个词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跟政治有那么一点关系的 这个词主要形容的是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年轻的群体 他们呢 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比较盲目的爱国主义的言论 而且可能会攻击那些所谓的不爱国的人 这样的人有词 怎么形容他们 是小粉红吗 对 小粉红 粉红色的粉红 粉丝的那个粉 对 对 粉红 那我知道了 可以理解 想想红红色就是共产党啊 说中国 对 就是代表共产党的一个颜色 小粉红 好 再回到刚才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内卷和躺平 对吗 那年轻人躺平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具体的在工作中 比如在工作中呢 利用工作的时间偷懒 不好的工作 或者是做自己的私事 只有在老板在的时候才会假装努力的工作 这个词叫什么 就是摸鱼是吧 对摸鱼 对 好 再来最后一个我想想啊 好 最后一个词呢 简单来说就是低调的炫耀 比如我给你一个语境 就是老公给我买了一辆法拉利 可是这个直男买的居然是粉红色 是我最不喜欢的颜色 所以这个女人在 最后一个环节呢 是成语部分 好 第一个成语说指的是 人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街上 或者是参加一些活动的人 特别的多 就像山 就像海一样 人山人海 对 这个词是不是在英文里 也有翻译 好像没有翻译 如果你非要让我翻译的话 我可能翻译成 a sea of people it's like there's a sea of people 下一个 这个成语说的是 有一些人 他们自称爱好某样东西 但实际上呢 并不是真的爱 甚至是惧怕 这个词是什么 野功耗聋 很好 那不错 够了啊 来下一个 下一个 好 下一个呢 比如说你在有困难 或者危险的时候 你的朋友及时出现 给你帮助 比如像你很需要钱的时候 然后这个朋友呢 看出来了 主动借钱给你 你会说他对你做了什么 雪中送炭 对因为在寒冷的冬天 你最需要的就是火 对吧 但是下一个词说的是 你看我们对同一个问题 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角度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你可以说用什么词 对 见人 见智 好 非常好 我再看看啊 下一个词 其实这个词呢 在你们英文里面也是有的 指的是 就是经常练习熟练了之后 你就会有好的办法 或者就会更擅长这件事情 是什么 熟能生巧 对 熟能生巧 非常好 好的 来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同样的 在英文里面你们也有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你一个方法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 中文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成语 对 那你就说你知道的 一句两句 然后什么 一十二鸟 一十二鸟其实是从英文里面翻译过来的 对 那是直接翻译过来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键双雕 对 这个是原始版本 一键双雕 就是一十二鸟的最原始的版本 嗯 不错 好 再来看看能不能考导你 呃 好好好 这个 这个词呢 这个成语说的是 有一些人就是 把 把芝麻大的小事 当做大事来处理 然后就有 故意夸张的成分在里边 用什么词来说 小题大做 对 对 小题大做 很好 好的 难不倒你 我再想想啊 再来两个就好了 好 下面这个词呢 提示一下 就有动物在这个成语 好 嗯 这个成语说的是 指的是人做事非常的马虎 不认真 呃 具体的表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下定决心啊 一定要做得很好 刚开始做做得很好 但是到后面慢慢越做越糟糕 越做越烂 嗯 是什么 虎头蛇尾 虎头蛇尾 非常好 嗯 最后一个呢 指的是两件事情 也可能是两个人 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或者差别 这种差别呢 就像天和地一样 这么大 嗯 天壤之别 壤是什么意思呢 壤 嗯 是不是地上的意思呀 对 就是土壤 那个土 我们也叫土壤 嗯 好 可以 非常好